第二个原因是,悲观主义者在推测未来趋势时经常没有将市场会如何适应局势纳入考虑。2008年,环保主义者莱斯特·布朗这样写道,到2030年,中国每天将需要9800万桶石油。当前世界的石油日产量为8500万桶,并很可能永远都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全世界的石油储备只能提供这么多了。 他说的没错。照这种趋势下去,世界上的石油终将耗尽。但市场另有一套运作方式。经济学中有一条铁律,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很难长期维持,因为市场的供需会以很难预测的方式对环境进行适应。来看看,在布朗做出预测之后,石油产业立刻发生了什么变化。 2008年,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石油产量接近了产能上限,于是石油价格飙升。 一桶油的价格从2001年的20美元涨到了2008年的138美元。 新的价格意味着开采石油就像淘金一样利润丰厚。 这对石油生产商的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开采难度高的那部分石油,曾经很难盈利,20美元一桶的价格连钻碳成本都无法覆盖,现在却成了摇钱树,因为可以一桶卖138美元了。 这种变化使得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等新技术快速发展。 地球上的石油储量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时期几乎都是一致的,而我们也早已掌握了许多大型油田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进步的是能让我们以更经济,效率更高的方式开采石油的技术。 著名能源专家丹尼尔,叶金写道,美国石油储量中的86%不是发现油田时估算的结果,而是随着技术进步,修正后得出的结果。 这就是2008年水力压裂技术兴起后发生的事。 仅在美国,石油产量就从2008年的大约一天500万桶上升到了2019年的一天1300万桶。 如今的世界石油产量为每天超过一亿桶超出布朗预计的最高值20%。 在一个悲观主义者看来,2008年石油产业的发展趋势自然是不容乐观的。 但对一个清楚需求,是所有创新与发明之母的现实主义者而言,情况就远没有那么糟糕了。 我们很容易做出糟糕的情况会持续地预测,而且这样的预测很有说服力,因为它不需要我们去想象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但是,错误总会得到纠正,人们也一直在适应环境。 眼前的问题有多糟糕,人们解决问题的动力就有多强,这是经济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却很容易被悲观主义者忽视,因为他们的预测一直是简单粗暴的。 第三个原因是,进步发生得太慢,让人难以发觉,但挫折却出现得太快,让人难以忽视。 生活中有很多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悲剧,但很少有在一夜之间诞生的奇迹。 一直以来,人们都梦想着有朝一日,人类会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翱翔,但在1889年1月5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批判了这种想法。 该报发表文章表示,人们关于飞机的设想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加上必要的燃料和发动机,一台飞行装置的最小重量不会低于300磅或400磅。 但飞行对重量的要求是有上限的,显然不能超过50磅。超过了这个极限,动物就无法飞行。 大自然已经达到了这一极限,而就算大自然尽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将其超越。 这篇文章发表6个月后,奥威尔莱特从高中退学,来帮哥哥威尔博在自家后院的小棚里造一台印刷机。 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合作搞发明,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如果我们要列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飞机就算不能排在首位,也至少会位列前五。 飞机这项发明改变了一切。 它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战,也导致了战争的结束。 它连接了世界,缩短了城市、乡村、大洋和大洲之间的距离。 但在莱特兄弟苦心孤意地制造人类第一架飞机的故事中,存在一个有趣的转折。 在他们试飞成功后,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也没有人关心。 在1952年出版的记录美国历史的著作《大变革时代》中,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 直到几年后,人们才明白莱特兄弟所从事活动的意义。 当时的人们读信,飞行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所以那些在1905年看到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带顿一带飞行的人们以为, 自己看到的一定是某种毫无意义的把戏,就像今天大多数人在看到。 比如说,心灵感应表演时的想法一样。 直到1908年5月,距离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已经过去将近四年半的时候, 资深记者们才被派去了解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资深编辑们才对记者发来的兴高采烈的报道确信无疑, 全世界才终于如梦初醒地发现,人类已然实现了飞行的梦想。 甚至当人们明白飞机是怎样一种奇迹后, 他们依然低估了它很多年。 一开始,人们主要将其看作一种军事武器, 后来又觉得它是专属富人的玩具, 再后来又觉得飞机也许只能运载几个人。 1909年,华盛顿邮报写道, 永远不会有商用运输机这样的东西出现, 货物将继续拖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在富有耐心的大地上穿行。 五个月后,第一架货机飞上了天空。 让我们来比较两种现象, 一种是人们在漫长的认知觉醒后, 终于对飞机产生了乐观态度, 另一种则是, 人们会极为迅速地关注某些会引发悲观情绪的事物, 比如一家公司的破产, 或者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或者是一起飞机事故。 人们之所以从1908年起才开始大规模谈论莱特兄弟的飞机, 是因为当年有一位名叫托马斯·塞尔弗里奇的陆军中尉在一次飞行表演中丧生。 增长是由富力驱动的, 而富力通常需要时间。 毁灭却可能由独立的致命因素导致,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 它也可能由失去信心引发, 而信心可以在一瞬间崩塌。 表达悲观论调的文章更容易写作, 因为其内容往往更有新意, 且只需要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 乐观的叙述则需要回顾漫长的历史和事物发展的进程, 而人们总会忘记这些事, 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分散的事实联系起来。 想想我们在医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吧。 只回顾过去一年间的进步是没什么意义的, 单独拿出某个十年来看也意义不大。 但如果看看过去五十年,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非凡的成就。 例如,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 自1965年以来, 在美国心脏病的年龄别死亡率已经下降了70%以上。 70%的降幅意味着每年都足足有50万人的生命被挽救。 对比一些大城市的人口, 来感受一下每年被挽救的生命有多么多吧。 但因为这个过程进展得很缓慢, 它引起的关注要小于恐怖袭击, 飞机失事或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导致的损失所引起的。 美国就算每周都遭遇五次卡特里纳飓风, 想象一下, 这会吸引多大的关注度, 在一年内的总死亡人数也无法抵消过去半个世纪里, 这70%的降幅背后每年被挽救的生命数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业领域。 我们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一种产品或一家公司的重要性, 但失败却能在一夜间发生。 在金融领域, 如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股市下跌了40%, 美国国会就会启动调查。 但如果在六年的时间里, 股市上涨了140%, 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点。 在个人事业方面, 一个人的生育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经营, 但小小一封邮件就能将其毁灭。 在舆论场上, 悲观主义的短暂痛苦大行其道, 乐观主义的强大拉力却无人在。 这再次凸显了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个观点的重要性, 在投资中, 你必须认识到成功的代价在长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波动和损失, 并做好为其买单的准备。 2004年, 纽约时报采访了科学家斯蒂芬, 霍金。 霍金患有无法治愈的运动神经元疾病, 从21岁起便身体瘫痪, 无法讲话。 霍金通过电脑告诉采访者, 把书卖给非专业读者是一件特别令他兴奋的事。 你总是这么开心吗? 采访者问道, 我对生活的期望在21岁时便归零了, 那以后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意外收获。 他说, 如果你的期待值过高, 那么当前条件下最好的结果, 在你看来也是平淡无奇的。 悲观主义降低了对事物的期待值, 缩小了可能出现的结果, 和你期待的最好结果之间的差距。 这也许就是悲观主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 一旦结果与预期相反, 事先做好最坏打算, 就成了让自己感到惊喜的最佳方式。 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 作为一种自我安慰, 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倒是挺乐观的。 下面, 让我们来谈一谈故事这个话题。